104年的大会考的文法跟单词的部分就非常强调技巧 阅读也跟技巧很有关系 所以我们都很建议同学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有很大的技巧是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 第一个找动词是因为动词很变态 有三变跟三态 所谓的三变是简单式 三单式进行式 所谓的三态是现在式 过去式完成于被动的过去分词 那特别是不规则的三态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要在0.5秒就要想出来 不然的话在考试的时候往往认识现在式 却不认识过去式 那看到完成式或被动于台的过去分词便宜就普通 这都是很危险的 那第二个是找动词原因是因为动词很重要的规律 叫动词铁律 那动词铁律一三容下第二个动词要加印或加兔 那第三个呢 找动词原因是因为三大字句的还原跟省略都是靠动词来作为基本的一个重点 那比如说名字句是靠动词所有天 主要动词不要颠倒 那未来式还是未来式 那副字句比较复杂 那副字句考动词呢 第一个副字句的动词没有未来式 第二个副字句的动词呢 爱比长短 时间长的用进行式 那连接词特别喜欢用while 当什么什么时候 那第三个呢 副字句喜欢考爱比动词爱比先后 那先找后缘的动词再找先发的动词 那特别喜欢考的是后缘的动词我是过去式 那先发动词就要过去完成式 那所以说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如果能够长期养成这样好习惯 那可以在阅读过程中除了找到正确答案 而且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单这个文法的部分 请看第一题 Look at the picture The girl drew two blah blah on the wall 好了 那看看这个照片 照片或图片 主持有省略 动词版原型 什么句 其实句 那look at it 不及无加 介细词中央变成 及无动词 The girl drew two blah blah on the wall 她画了两个东西在墙壁上 那draw动词很变态 有三变三叹 Draw Drew Drone是一个不归的变化 那除了这样之外 要记得背的时候要背 Draw drew drone之外 还要背 Today the girl draws Yesterday the girl drew The girl has drawn Two blah blah on the wall 好了 她画了两个什么东西呢 很明显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上 有两个正方形 那考的是单字 Square正方形 Circle圆形 Rectangle 正这个所谓的长方形 那Triangle三角形 那我们看A circle圆形错 B lines线条或者是台词错 C point点错 Z squares 正方形是对的 所以呢 他除了考了这个名词的单字之外 又顺便考了名词的可疑书 情有贯或有负数 Square a square There is a square There are many squares 所以two的后面要加负数的可属名词 这是第一题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 This dress is pretty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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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does not look good on you 好了 那这个洋装很好看 但是在你身上穿起来 并不是这么的好看 好了 那我们来看这个动词 The dress is pretty 这个洋装很好看 那意思动词很变态 有三变三叹 It is was been 所以他这个 现在是 Today the dress is Yesterday the dress was The dress has been pretty 很好看 Now Bla bla It does not look good 它看起来不好看 Does not 注动词 那注动词代表时间 那注动词的第二功能是帮助它变成否定句 所以注动词要门当户对 I don't You don't He doesn't She doesn't 而且动词代表时间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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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dn't Will Not 改成叫做Won't 所以它是时间的注动词 那look good on 片语 Look加形容词叫on 看起来好看或看起来不好看 是指穿衣服好看或不好看 所以look good on 送我送上席 片语要被叫Js on 所以look good on you 它看起来不好看 on你在我身上不好看 所以呢 考的是连接词 那连接词有六种 第一个是因为所以的 因为 第二个是虽然但是的 虽然都but 第三个是除非否则的 除非unless 第四个是之后之前的 之后 第四个是when当什么时候 第六个是if如果 好了 那我们用三个这六个来调调看 因为这个羊装很漂亮 所以它看起来在你身上不好看 怪怪的 第二个呢 虽然这个羊装很好看 但是呢 在你身上呢 好像不是那么搭配 有一点味道 第三个 除非这个羊装很漂亮 否则 它在你身上看起来不好看 也不太对 所以呢 那个在这个羊装看起来好看之后呢 那在你身上看起来不好看 也不太对 所以我们用用什么呢 虽然但是虽然这个羊装很好看 但是也许是跟你的型不搭配 好 这张我小女儿开玩笑的 人如果瘦 穿什么呢 都很有心 好 那如果人如果胖呢 穿什么都不好看 好了 那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题 第三题 他说了 getting up early on a cold morning is not eas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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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早上早起在一个寒冷的早晨 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看早动词 早动词 早动词 getting up early on a cold morning 主词等于to get up early on a cold morning 动词在后面 is not easy 不容易 那这个考的是一个什么 附加问句 那附加问句的口诀呢 是主动就好 口是心非 找主词和动词就好 那动词要门当户对 口是心非 所以主词是谁 getting up on a cold morning 那getting up on a cold morning 不是你不是我 男生当he 女生当she 不是用it 所以呢 附加问句 主动就好 口是心非 主词要用代名词 不是你不是我 男人当he 女儿当she 不是用it 那必考例外 baby child不是人用什么 it 那there还是什么 there 那somebody anybody nobody 用they 不用he跟she 好了 那再来 找动词就好 动词要 门当户对 口是心非 所以主要指句是否定句 那附加问句就用什么 肯定句 所以答案就是 is it 所以答案用什么 除 那我们看第四题 tonight i will stay at the office until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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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k until i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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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k 好了 那今天晚上我会 意思待在办公室 直到呢 我blah blah blah 这个工作 好了 所以呢 这考的是 not until 或是until 那until这个字呢 很棒 它是一个类似于when的连接词 那可是呢 它的特别的地方是 因为它的翻译叫直到 那所以呢 它有分 动作时间长 就用否定句 动作时间短 就用 动作时间长 就用这个肯定句 动作时间短 就用否定句 所以它的口诀叫 not until 或是until 考动词的 短空 长度 所以你看还是考动词哦 那什么叫动词短空长度呢 动作时间短 这个空是指否定句 动作时间长 多是指什么 肯定句 所以呢 until必考动词短空长度 until必考动词短空长度 比如说 我不喜欢你 直到你告诉我 你爱我 那因为喜欢是一个瞬间动词 它动作时间短 所以我们通常用 I don't like you until you tell me you love me 那这个是用动作 时间短的做法 那时候时间长 像待 待在办公室 时间很长 所以I will stay at the office until I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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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ork 所以它是用一个 是用肯定句 所以我们看动词 是用肯定句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会待在办公室 所以待 动作时间长 用肯定句 那at的小应大 on街角 内容在附近 所以stay at小地方 stay in大地方 stay on街道角落 所以stay 送我送上西 可以不要记得 是stay at小地方 然后呢 直到呢 I blah blah the homework 那前面是未来诗 那记得了 复词指句 没有未来 I比长短 I比先后 所以那个until 也是一个类似于when的复词指句 直到的翻译叫知道 那这种复词指句呢 必考什么呢 必考没有未来 I比长短 I比先后 所以复词指句 考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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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考动词 没有未来 现在等于未来 第二个I比长短 时间长用 进行词 第三个动词I比先后 先找后 再找先 所以呢 本来门当户对是用I will finish 那这边用什么 I finish 如果直到我完成 那工作 那我会一直待到我完成工作为止 所以大家用什么呢 用这个finish 用现在是 用现在是等于什么是 未来是 那我们看第五题 Charle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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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y in the department store looking for a hat for his wife 好了 那主词谁呢 Charles 那Charles是人 那动词呢 是考虑是花钱 花时间的动词 那花钱花时间的动词呢 有三种 人当主词spend money on spend time in 人当主词pay money for 那主词不是人呢 用take time to cost money to 主词不是人呢 用take time to cost money to 那所以这是一个每年都会考的一个提醒 那很难记 那我们有一个很好记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一首歌把它串起来 那比如说 人spend money on 人spend time in 人pay a money for 主词一定是人 it take a time to it cost money to 主词一定不是人 主词不是人 所以花钱花时间的动词呢 必考主词是人 跟不是人 如果是人一定spend money on spend time in 所以Charles花了一天的时间在白货公司 干嘛呢 looking for a hat for his wife 找一个帽子 要送给他老婆的帽子 所以呢 因为主词人 所以动词很快的 我们就知道了 是spend spend spend Today Charles spent Yesterday Charles spent Charles has spent a day in a department store looking for a hat for his wife 所以答案应该就是b了 那我们再看第下一题 那第六题 Tom bra bra tampon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he look much thinner now 好了 那所以 Tom掉了10磅 那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he looks much thinner 那他看起来更瘦了 好了 主词是Tom 动词呢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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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跑 那减肥就是丢了10磅 丢了10磅 就是减肥 那丢了叫做 loose loster 所以动词很变态有三变态 那在零点五秒想不出来的话 那答题就会很危险 然后呢 他丢了10磅 就减了10磅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那把over圈起来 over等于成呢 等于for 那这时候我们想到完成式的口诀 从过去到现在 since in for完成式 从过去到现在 since in for完成式 从过去到现在 since in for完成式 那for等于什么呢 等于over for等于什么呢 等于over 那这个for是等于over的意思 所以for past two months 所以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 那he looks 他看起来比较瘦了 thinner 那比较急的加强语气 much very much a lot a little far by far even any weather still 都是比较急的加强语气 好了 那所以这边呢 他用了什么呢 用完成式 Tom has lost Tom has lost 所以today Tom loses yesterday Tom lost Tom has lost two pounds over the past two months 这是第六题的部分 I don't like any one of these three watches Can you show me where are one 好了 我不喜欢 这三支表里的任何一支 你可以给我看另外一支吗 好了 他考的是不特定的代名词 I don't like 我不喜欢 找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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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one of these three watches anyone anyone of the 不定代名词 那等于什么 any of th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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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any of the blah blah 那不定代名词考什么 考动词的单数跟负数 那这个考的是分两个跟分三个的这一组 分两个one and the other 分三个的叫做one another the other 所以呢不定代名词有分两个分三个 写作文的时候第一第二就是one the other 123就是one another the other 也是可以这样分的 所以呢 Can you show me 你可以给我看吗 那关键字在哪里 三个三个三个是分两个分三个分三个 所以不是用one the other 用one another the other 所以当我们看到another的时候 他一定总数超过三个以上 才会有another的出现 好了 Can you show me 你可以给我看吗 Can you show me什么 another one 好一次看一只手表 所以Can you show me another Can you show me another 这个考的是不定代名词的分三个 one another the other 我们看地霸体 the waiters are asked to be they should always smile and remember to say welcome and please 好了那这些服务生呢被要求要一直要保持什么样子 他们应该总是要面带微笑 而且记得要说欢迎请 好了那我们要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的waiter are asked被要求 那ask非兔不可被动语态 被动语态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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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拜是我买败机就是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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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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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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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你省略 所以这边没有写出来 就是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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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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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oh 就特别的猪壮强壮,所以要保持有礼貌,面带微笑,而且常常要说情,欢迎,这样的礼貌的用字,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B。 好,我们看下一题,第九题,on children's day,在儿童节的这一天, 在儿童节这一天,李小姐是一个著名的故事书的作家,她到了Molly书店,去谈有关她新书的一个发表会。 所以,我的两个小孩等不及要看她,所以呢,等不及要看她,找关键字哦,等不及Can way to,那Can way to加圆形等于Can help but加圆形,等于Can but加圆形, 那或者是Can help,Can stand,Can bear,加的是ing,所以她忍不住有加圆形的,也有加ing的,那Can help but,Can but或Can way to加圆形,那Can help,Can stand,Can bear是加ing,那这边她考的是加圆形的动词,叫Can way to加圆形, 好了,那所以考的是动词的门当,互对,从第一句看不出她的时间,从第二句知道她是现在过去还是未来,未来,所以呢,用的是未来诗, is coming,is going to come to,Molly's a bookstore,等于什么呢,等于is about to,高中的,等于weo,国中的,所以呢,这个do dusty wheel,独打地位,那这是国中生最不愿意看到的主动词, 是因为我们的时间里面没有跟时间改变的动词的规则,但是外国的动词要随时间改变,所以呢,有do dusty wheel, do dust,现在是, d的过去是,weo,未来诗,所以do i do you,dust it or shoot,现在是,d i do you,d是未来诗,过去是,where i will you, where he will shoot,是未来诗,所以从这个地方Can way to,等不及,就是还没有发生,那还没有发生是未来诗,所以答案就是用什么呢,这个a can,过去诗, b was coming,过去进行诗,c has come,从过去到现在,完成诗,公代译买通,我有特色,我有吃饭,我有吃饭,有来,就是已经来,已经来就完成诗,所以也不对,所以答案就是猪 is going to come,将会来, 那我们来看第十题,no one thought James would appear at Caddy's party,so when he blah blah blah, everyone was surprised and could not believe their eyes, 好了,没有人会认为,James会出现在Caddy的舞会上面,所以呢,当他出现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惊讶,而且没有办法相信他们的眼睛,好了,找动词,找动词,找动词, no one thought,没有人认为,没有人以为,thinker, thoughter, thought,没有人认为,没有人以为,那today, no one thinks, yesterday, no one thought, no one has thought, James will appear at Caddy's party,没有人认为 所以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会出席,所以,when he blah blah,当他出现的时候呢,everyone was surprised,每个人都很惊讶,那记得动词要门当顾对,这里过去是,那当他什么时候也是什么,过去是,所以,when he什么呢,when he did,他出现的时候,这个d等于什么,appeared, 第的等于什么,appeared,第的等于什么,appeared,大家出现的时候呢,那帝的省略,是省略到什么呢,appeared at Caddy's party,所以,助动词当代动词,助动词当代动词,Caddy's party,省略,所以,助动词有五功能,第一个,帮助一般动词变疑问句,第二个,帮助一般动词变否定句,第三个,帮助一般动词,把话讲得更清楚,比如说,can show one may,can能够, show,show应该,will,将会,may,可能可以,那念起来很像是,看秀会美,看秀心情会很美丽,can show,我要may,不好看must,must,必须,然后呢,他的过句是,could,should,我的买,所以,这是他代替什么,动词的部分,可以把话讲来什么,更清楚,那第四个呢,是代表时间,第五个代替动词,那这边考的是代替动词,第的等于什么,appear at Caddy's party, 好 我们的词题 好 我们可以看你的 B&J Café, rather than known a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own, however,O&G restaurant become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2010 or 2010。 好了,那所以,B&J Café, nicht,café,就是 coffee store,café就是 coffee store, 或是咖啡什么shop 或是咖啡什么shop 咖啡store或咖啡shop 咖啡store或咖啡shop 好了 那被认为是 beknown as 被认为是beknown as 或者是等于的意思 那以什么身份 被认识 那被认为是呢 the tallest最高的建筑物 in town 那in最高级 那a比bc等于a b豆点b豆点o orc of three of all 还有in用最高级 所以检查一下 的确最高级 而且最高级要特别指定 加什么the 所以b and j cafe beknown as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the town 那b and j 咖啡厅呢 被认为是在城里面 最高的建筑物 however 但是两个 那虽然但是怎么样 二选一 however等于but 等于yet 但它是山寨版的连接词 所以它用豆点分开 那虽然但是二选一 虽然b and j cafe 被认为是城市最高建筑物 但是呢 ONG restaurant becan 那ONG餐厅呢 变得变成呢 the tallest building in 2010 在2010年变成最高的建筑物 好了 所以呢 这一个 两个动词要比长短 时间长有什么是进行式 所以呢 2010年变成是第二个动词 那在之前呢 被认为是 是第一个动词 所以以前被认为是最高的建筑物 但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已经被这个 ONG restaurant给取代掉了 所以考的是 副词指句的 爱比动词的先后 那画一条光阴时间的线 中间是现在 左边是过去 右边是未来 那比过去更早叫什么 过去完成 那过去完成是head加 pp 好的 考动词考先后的时候呢 要先找后 再找先 后是未来 未来是 先就是现在是 所以为什么物质指句没有未来 只有现在原因 就是他比先后的关系 那后是现在 先就是过去 那如果后是过去 那比过去更早就是什么 过去完成 所以我们先看看 这个房子是成为最高 是这个ONG饭店的成为最高 是2010年的事 那2010年的是后 那之前呢 是先 所以呢 后如果是过去事 先就要比他更早用什么 过去完成是 所以这题考的是负质指句 虽然但是 必考动词 爱比先后的过去完成是 所以过去完成是用什么 had been 所以 is was be known as 被认为是 那be known as 等于什么 be seen as 等于be regarded as 被认为是 那宋佛 宋佛 宋上西 偏要背到什么词 建议是 所以today it is yesterday it was it had been known as the tallest building 所以呢 这个had been 过去完成是 所以这题很棒 这里是这里 里面最难的一题 那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一题 去了解 负质指句考最难的部分 就是考先后 动词的先后发生 那后发先找后 再找先 后发动词 我们称它后原动词 后原动词 如果是过去式 先发动词就是现在式 后原动词 如果现在式 后先发动词就是过去式 后原动词 如果是过去式 先发动词过去完成 所以记得先找后 再找先 那这张图一定要背出来 这张图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来看下面 今天第12题 Actor Debbie Piper became tied off talking about the movi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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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 he was interviewed about it many times 好了 那演员大卫 Piper became变成 那become became become tied off 顺和顺和阿西 片名表达这一词 叫做厌倦了 那他是become became become 那就等于我们的被动语态的 is was being 所以呢 is title 或是过去式的was title 或是完成式的have been has been title 都是厌倦了 那他是考的是情绪动词 一日三遍 人在前用ed 人在后用什么 ing 情绪动词 一日三遍 那哪三遍呢 叫做tire tiring tired 那人在前用ed 因为过去分词形容人 人在后用ing 因为现在是分词形容东西 好了 他考的是情绪动词的片语 考情绪动词的片语 所以be tied off 就等于become tied off 那过去是became tied off 那他已经厌倦了 那不断 那off 接级词后面要接名词 动语就受割 所以talk about 要改成talking about 等会讨论那个电影 那电影跟前名词有关系 代理前名词叫关系代名词 考了一个形容之词句 然后 在什么之后呢 他被专访 面试专访 专访 面试他被专访呢 这个话题many times很多词 那many times经验次数什么诗 完成诗 经验次数什么诗 完成诗 所以was interview 也可以用完成诗的have been interviewed 也可以用have been interviewed 也可以用have been interviewed 所以两个都对 所以was interviewed 或者是have been interviewed about it many times 好 那这个考的是形容词子句 那我们来看形容词句 那人用户 don't use which 人用户根本是什么 that 所以which也可以 that也可以 好了 所以which he is famous for 所以which or that he is famous for 那不坚主持可以怎么样 省略 那that he is famous for 少了什么for 所以be famous for 逼动词 加famous 形容词有名的 加for这些词 珠阳变色 变成几乎动词 所以他以他为成名的 记得宋佛宋阿西 片要背到什么词 这一次 that he is famous for 少了一个he he is famous for 那不坚主持可以怎么样 省略 不坚主持可以怎么样 省略 所以a少了for b少了for 对不对 那c少了he 那只有 不坚主持可以怎么样 省略 所以which跟that 不坚主持可以省略 考的是形容词句的 省略 考的是形容词句 如果关机带名词 兼主持的 省略方法就是第一招去掉who which that 我们称他叫做奎化宝典 欲练神功必先自攻 如果兼主持的话就把who which that 先省略掉 然后在主动进行ing 被人完成PP 把动词做一个省略 好这是第12题的部分 那